回答有四點和大家分享 第一點就是關於高鐵內地段購買內地段的票 為什麼不可以授權港鐵在香港買賣 出賣了票 所以就不用收任何手術費 今天聽到終於 上次我問特首都沒有回應 今天終於回應是因為票務系統不同 這件事是很耐耳的 原來不是因為其他任何的原因 或者原則 或者理念 那麼票務系統不同 那就是科技 科技 那就是軟件 那錢搞得定的 就算你通車那人不行 半年後都可以吧 終於他們今天說是因為票務系統不同 我覺得很難接受 所以一定會跟進 做到他授權港鐵買第二段為止 第二件事 所以今天很奇怪地政府說 它是一個委託協議 不是港鐵本身的工程 是政府出了錢 委託港鐵去做的時候 沒有明確說清楚 在整個過程 計算了試運的期間 有些什麼需要通報 它最後說呢 重大事故公眾關注 這是時候的嘛 那些東西通了天 那當然要交報告 現在個個關注的就是 但是當全世界都不知道 它整個過程之中 有些什麼需要至少告訴政府呢 原來呢 沒有的 似乎就沒有的 這個呢 我看社會都幾難接受的了 第三呢 就是在石江那裏 那個出軌事件 脫軌事件 明顯地呢 承建商就是失職的了 說得很清楚 但是原來那些合約呢 完全沒有講懲罰的 唯一的呢 就是說 如果那些東西出來壞了 你出錢 做回好它 這樣的作客作用 還得到的呢 不斷 個個都是用錢補救 老實說 你一個工程 你make good的費用 是遠遠低過如果半年給它投標 或者下次投標的時候 減分 又或者一個很高的一個懲罰 的數字 那我今天呢 就要求港鐵 盡快立即檢討所有將來的合約 擺這些的罰則在裏面 就是說 如果證實 那個承辦商 那個承建商 是失職或者疏忽 是有一套很強的罰則 那他們說去考慮 好 最後呢 就是 最後一個項目呢 就 終於呢 港鐵是承認 紅磡 那 殯儀館下面 那個 情況呢 是 原來呢 有人沒有去簽紙 而呢 他們就去賭石屎了 那當然 我估計呢 他今天說 有萬個地方 是這類東西 那 現在實在不知道 還有多少地方呢 是涉及呢 是涉及呢 賭石屎之前 他們沒有去看過那些鋼筋 沒有簽過的 正說沒有時間問 我想遲些他都要交報告了 所以我反而覺得呢 在那個洪磡站 那件事 那個負荷行不行呢 我可以接受 港鐵自己 交過第三者的 獨立報告 但是至於 港鐵整個 監工程序 是否每樣東西都看過了 才簽張紙 才可以賭石屎 那個過程呢 這件事 沒有可能港鐵自己做 應該是政府 自己成立過 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去看港鐵在這個過程之中 其實也包括了高鐵 因為基本上是政府出錢 委任他們做這個項目管理人 就看一看 他們是否全部都是確保 所有東西 賭石屎之前 是簽過了紙的 那這件事 我覺得 其實政府就難遲其咎了 我看他們都恐怕 我想社會都有這個要求 好嗎 我們推薦 我們正確保 看我們 發展 這些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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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MTR and they would have to produce the report There is allegation of cover-up There is allegation of unprofessional conduct All of this I think we need to wait for the report to come up before we make any judgment All right The four issues that I shared just now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eport It's something to do with Whether MTR has a very robust project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 To ensure all of these cement pouring contracts Are done after the metal framework has been certified And signed off by the contractor and MTR All right That to me is very very important Because we were just told today That in the SCL project alone There are up to 10,000 of these interfaces That requires signing off Before they pour the cement slab So I'm actually more concerned about that Yes So, You have heard the story Actual, yesterday You have seen a light entricity Love you Your resultados Aca That in the Staj Whor So, Not In the I see Y K T 有幾個月大家在這裏來來去去 在這裏交涉這件事 所以港鐵其實間接承認了 12月份那份新聞報告 給人的印象是12月才知道 他都間接承認了報告本身是不太準確 他們事實上是8月就知道了 我都理解是有4個月的時間 他們在這裏談判 然後才出那封信 他承認了這件事就沒有了 不然別人覺得奇怪 12月的新聞報告說12月才知道 然後有其他人讀報 又說8月你已經知識這件事了 他現在承認新聞報告是有些不準確 其實他8月已經知道 不過他一路沒有白紙一字出 warning letter 去到12月 至於那幾個月為何搞今天都談不到呢 他們就要交報告了 他不需要今天一定要去承認 他不需要今天一定要去承認 一步 因為他的看法 他今天都說得很清楚 現在有很多的假設 有些主觀的判斷 加上傳媒說的話 有些可能是屬實 有些就不知道是否根據 是很清楚 所以現在有很多灰色地帶 所以現在有很多灰色地帶 他就想等廣揭 先走到第一步 看看內容 看看社會 大致上的接受程度 反映一點才決定 當然我提出 說希望政府 雙軌去進行一個調查 就不是跟 紅磡那件事件有關 是跟整個沙中線 和所有其他的項目 凡是需要 接駁好鋼筋才倒石屎 因為這些是涉及很嚴重的 安全問題 是吧 路軌也在上面 月台也在上面 所有這些項目 是否真的百分百確保 它是倒石屎 簽了紙 不是 駁好鋼筋簽了紙 才倒石屎 是吧 所以不需要紅磡 那個病人軍下面那裏 就出事了 他剛剛今天承認 紙都沒有簽 我希望 一萬個紙只有那個 他剛才沒有時間交代 其他998、99個 是否全部簽了紙回來的 那如果是的話 就只有一個 那到底誰去核實這件事呢 我就希望政府 有一個填紙委員會 去看清楚這件事了 Exactly MTR 現在還沒時間 去答應 什麼事 那個 999 999 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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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 999 999 或者 999 發展想法序誕固理委員會 你覺得她說的是有些大塊的文字嗎? 她,事實上,到目前為止,這個問題呢,我有理由相信是處理了 不過大家質疑,在過程之中,有沒有其他的景點 有沒有隱瞞?是不是搞定了就行了?懲罰又怎樣? 將來還有那麼多其他的事情,如果是同樣的事件發生,我們應該怎樣處理? 那些事情當然沒有交代了 但我也相信這件事,因為今天的西人,Mr. Rooney,也有說 他在2016年8月,他們賭石屎之前,他是多少個? 那些所謂的接駁位,那些扭實,螺絲那些,他全部查過了 當然,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二萬六千張照片,是不是? 還有他有什麼記錄,是確保任何人看完都會相信呢? 他那二萬六千張照片,都是全部good的呢? 那這個就是港鐵的報告,都是要交代的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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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